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宝宝的故事书 春天来了,花都开了 所有的草都变绿了 然后小宝宝从蛋壳里破壳而出 有些小鱼宝宝有很多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 他们跟着鱼妈妈在水里游啊游 小猴子宝宝他只有自己一个,他没有哥哥跟姐姐 小斑马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走路了 小狮子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还不会走路 他需要妈妈的帮助 这个是袋鼠宝宝,他生出来的时候是在妈妈的肚子里 袋鼠妈妈肚子里有一个大大的口袋 他喜欢在妈妈的肚子里 这个是小海马 海马宝宝在海马爸爸的肚子里 海马爸爸的肚子也有一个袋子 他们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弟弟和妹妹 小北极熊宝宝 小北极熊宝宝生出来的时候有软绵绵 又白的毛 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这个是蜥蜴宝宝 蜥蜴宝宝从蛋壳里破壳而出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太阳快落山了 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宝宝来河边休息 我们看到小狮子的宝宝 还有小袋鼠的家人 还有北极熊 还有鱼 还有鸭子 还有树上 非常困的小鸟宝宝 到了晚上他们就开始要睡觉了 到晚安 到晚安 到晚安